陶琴公司秉持在地生根 敦亲木领的精神 捐赠200个税贷给大园区公所 支持地方避难收容所的 防灾量能跟服务品质 由陈定民总经理代表出席捐赠 他也分享为何在 延年夏日还要捐税贷的原因 希望在灾害发生时 能够提供受灾的乡亲 更好的服务 在这个航联会 航联会的这个 他们的需求下 陶琴公司就准备了 很大量的这个税贷 这个供旅客使用 就是说如果航空公司 有这个异常的情况之下 航班异常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免费提供给 这个航空公司的旅客 这个免费的使用 那尽一份这个社会的责任 那今天很荣幸 很荣幸来这边 参加这个捐赠的仪式 大员区长非常感谢 陶琴公司的爱心 这些税贷将会好好收起来 作为灾民收容物资 在有需要的时候统一调配 解决收容所需要的棉被问题 区长也希望各界爱心 与陶琴公司能够持续支持 区域防灾量能 公所也会积极配合市府 灾害预警力各项指标推动 那因为我们的一个防灾中心 未来的一个收容 就是灾民收容的部分 是我们一个重点 那这个灾民收容里面 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棉被的部分 那这一次的一个税贷的监证 就等于解决我们整个 整个那个棉被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这一批物资是妥善来应用的 我们会放在我们的物资中心 在未来灾民收容的时候 做统一的一个调配 那我也真的是感谢我们在地 而且对我们公所 非常照顾的陶琴公司 那我们日后也希望说 如果说他们有这样的设备 能够多多的见证给公所 那公所一定会好好的保管利用 那应用到我们的防灾救灾上面 陶琴公司进驻桃园机场营运 已经超过40年 有敢于在地生根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回馈理念 特别捐赠了这批200个税贷 充实大园区的防灾应变量能 更期盼这批物资能够备而不用 灾害永远不要来临 将新门都能够安居乐业 这里有一团报道